第130章 不见狼烟 落到人清晨十分睁眼 没寻见试睡的徒弟 起了怪灾 这小崽子别说早起 便是起床气也大得不行 起身后眺望过去 才发现徒儿拎了一根树枝 在水畔胡乱摆架子 胡乱 落到人很快收回这份成见 副手走近 看到底子不薄的徒弟一直在手 每次稍作凝气 出手便是一气呵成 如提剑走龙蛇 尤其跪在有一两分剑术大家的神似 落到人瞪大眼睛 感情这崽子真是天赋好到 刻意望水无剑 无师自通 可落平央才记起 自己根本没有教他剑术 不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而是落到人本就对剑术七窍通了六窍 一窍不通 落到人没瞧见徐公子身影 等徒弟挥了一套 汉刘加倍停下 这才剑鬼一般疑惑问道 怎的会剑术了 这块小黑炭哼了一声 拿枯枝抖了一个剑花 咧嘴笑道 徐公子夸我根骨清奇 就教了我这一剑 我琢磨着等回到艳阳冠 青岩师兄就不是我对手了 说起那个仗着年纪大气力 大更仗着师父是冠主的同门师兄 孩子尤为记仇 总想着学成了绝世武功 就打得他满地爪牙 落到人皱眉问道 那位徐公子还懂剑术 孩子后知后觉 摇头道 应该不会吧 昨晚教我这一剑钱 说是偶然间从一本缺页古谱上看来的 我看他估计是觉得自己也学不来 干脆教我了 以后等我练成了绝顶剑室 他也有面子 孩子记起什么 小跑到河边捡起两双草鞋 笑道 师父 这是他送给咱们的 临行钱让我捎话给师父 说他喜欢你的诗稿 说啥是人人之言 还说那句剑仪青山不太平 顶好顶好 最后他说三十二首诗词都被下了 回头读给他二姐听 反正那家伙牢牢叨叨 可我就记下这么多 嘿 后来顾着练剑又给忘了些 反正也听不太懂 老道人做事要打 孩子哪里会惧怕这种剑室了很多年的虚张声势 倒提树枝如握剑 把草鞋往师父怀里一推 缠媚道 我背书相去 师父 记得啊 以后我就是一名剑客了 你就等着我以后建一青山吧 落道人无奈笑道 兔崽子记得人家的好 孩子飞奔向前 笑声清脆 知道了 落道人低头看着手中的草鞋 摇头探道 上床时与鞋履相别 谁知何眼在无缝 徐凤年独身走在弱水岸边 那穿青蟒袍的一袭红袍 悠哉拂有 鹦鹉天性洗水焰火 鹦鹉云鹰见水则欢喜香更欢喜 时不时头颅浮出水面 嘴中都嚼着一尾河鱼 面朝岸上徐凤年 皆是满嘴鲜血淋漓 徐凤年也懒得理睬 那对师徒自然不会知晓 百度过河时若非他暗中阻拦 成羊疲乏的汉子就要被拖拽入水 给鹦鹉当成一餐肉食 孩子将其视作水鬼 不冤枉 徐凤年晚上手把手教孩子那一件 是气势磅礴的开属士 不过估计以师徒二人的身份家底 孩子就算日日练剑 到花甲之年 都抓不住那一剑的五分精髓 五道休息 自古都是名师难求 名师更难求 入五夫四品是一条鸿沟 二品小宗师境界是一道天窃 一品高如位为天门 落到人已算是有心人 还是个道观奸怨 穷其一生 孜孜不倦寻求长生术 可至今仍是连龙虎山天师傅 扫地道童 都早已登顶的十二重楼 都未完成一半 这便是真实的江湖 有人穷到一吊钱都摸不着 有人富到一座金山都不入眼 徐凤年突然停下脚步 蹲在地上 把书香里头的物件 都搬出来晒太阳 算是拿一个南照 去跟西蜀遗孤换来的春秋剑 剑气之俗 徐凤年只能发挥十指五六 那次与中小巷狭路相逢 差点就死在 木盲女琴师的胡家拍子 藏有大秦古剑三柄的乌侠 由龙臂翻入秦帝陵 那一袭白衣 一把春雷 白虎脸登楼房 一步刀谱 止步于结青丝 身上那剑后两次游历 都睡不屑甲的软皱 十二柄飞剑 朝露金旅太阿都 剑台真满 一双还不知道能否送出的草鞋 这份活迹是跟老黄学的 记得第一次缺门牙 老头递过来一双草鞋 徐凤年跳脚大骂 这也算是鞋子 后来觉得草鞋总比 光脚走路来得强 穿着穿着也就习惯成自然 那次刚回北梁王府 重新穿上舒适电玉片的靴子 竟然反倒是不习惯了 身为世袭网替的藩王世子 可以平白无故得到多珍惜玩意 但徐凤年不知不觉 也拿命拼到了一些东西 但同时随着时间推移 会失去很多 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挽留的 吃了多少苦 这个不能说 说了别人也只当你朱油蒙心不知足 是在跟鸡汉说 荤彩油腻 所以御人只能说想了多大的福 徐凤年一件一件放回书香 阴雾元英来到岸上 歪着脑袋 用悲悯相望向这个家伙 黎阳王朝曾经在徐霄亲历都公下 打造了一张史无前例的 巨大一路系统网 一战试点 一路试线 线上浮以封碎和军事重镇 以及物宝 构筑成片 妄让人而生畏 如今黎阳东县边防 几乎完全照搬当初的框架 而吸纳大量中原移民的北蒙 也开始不遗余力 刻印这份事实证明 无比有效的战争股价 其中 封碎燕敦 仅冒龙所在的龙腰洲 家于宜郡 便有大小总计百座封碎 按照三线分布 十里一座 连绵相望 边风相接 每逢战时 狼烟依此四起 女帝曾经夜巡边境 兴之所致 登封碎而亲自燃火四聚 于是下一刻 泉州灯火雄雄 三条封碎线 如同三条火龙 当晚查之有一座封碎 务实施职 连同正副岁率 三人在内的九人 全部就地斩首 十岁长斩壁 一周 封碎统领将职 为一员普通疯子 下职永不得升职 北蒙有几线易路 仅供军武通行 曾有一位全市炙手可热的 皇室宗亲私营掩帖 在龙腰州境内 与一对南朝骑族冲撞 尽杀之 消息不知为何泄露 女帝首刃 这位清外生时说 司犯盐铁可不死 纵马一道该死两次 然后此人的年幼嫡子 就给从家中拉出来 活活吊死 这以后 此类易路 再无杂人往来 离谷军阵那一线易路 早已是惊弓之鸟 那四千铁骑一路奔袭 马蹄所至 驿战和风碎 无一例外进毁 谁都知道 离谷六千守军 就已经是一只瓮中鳖 撤不敢撤 战不敢战 瓦筑和君子馆两大雄阵 就是前车之剑 瓦筑摆开架势主动出击 离谷在冒龙之前 不得不承担起 拿命换命 去消耗那只孤军的残酷使命 只能祈求南朝庙堂上大将军们 可以迅速给出应对之策 两战过后 昔日无比巨傲的南朝 都在无任何一个军阵 可与北梁军精锐战力 比肩的气焰 离谷面临灭顶之灾 人性惶惶 加上风阵必成 那些在城内不得出的 高门大族子弟 不少都是要么抱头痛哭 要么今朝有酒精昭醉了 明日要死 明日死 蒙在鼓里的百姓 因为戒严 反而不如消息灵通的 权贵豪申们那般 心死如灰 离谷不好受 茂龙也是兔死湖碑 城中许多家族 趁着尚未封城 都拓家带口往北逃 一如当年春秋世子 北奔的丧家权景象 竟然都是那北梁军 和人徒祸害的 茂龙梯子山风碎 鉴于山岗之巅 夯土皆是 家有穿凿而过的坚硬红柳之巨木 岁体高大 由于此山临近边军重镇茂龙 梯子山风碎额外多配风子三人 一岁之内有十二人 前些年各州风碎 不管北亭南朝 只用北人 南朝人士不得担当风子 只是近两年才得以进入风碎 然后两者迅速持平 为此皇帐方面抱怨极大 梯子山风碎十二人 刚好南北对半 岁帅三人中有两人卫士南朝人 另外一名副岁帅是个粗人 哪里斗得过其余两位 被排挤得厉害 这就使得莽人疯子十分尴尬 一日不如一日 先前还敢偷偷喝几口酒 如今一惊逮住 就得遭受一顿鞭刑 梯子山自立最老的一个老疯子 是典型莽人 剃发洁变 脸部轮廓粗犷 体型颇为雄伟 可惜只是个美胆的窝囊废 以往出岁后 私下喝酒比谁都凶 如今甚至干脆连酒都见了 两位南朝岁帅 没事就喜欢拿他当乐子 使欢如猪狗 深夜执勤的辛苦活都安丢给他 这老家伙也不吭声 唯一一次发火 是老疯子的俏丽女儿来探望 给岁帅半路截下调戏 就给拖入半山小树林 其余疯子看笑话之余 也好奇这么个废物 怎地就生出个如此水灵的闺女 若是不幸长得随爹 那还不得五大三粗 这辈子也就甭想嫁人了 至于那次富岁帅大人 是得逞还是失守 外人也就只能闲来无视猜测几句 南朝疯子瞧不起 北亭疯子也厌恶 老家伙里外不是人 日子过得孤苦伶仃 唯独一个新入梯子山岁台的 雏鸟疯子 跟这个绰号闷葫芦的家伙 还能说上话 这名不合群的新丁姓袁明怀 袁在南朝是以自性 也属于屈指可数的大姓 只不过没谁认为 这等大祖子弟 会乐意来做注定 没有军功的疯子 袁怀大白天的不用当职 老家伙既然不再去 封碎台外喝酒 就彻底无处可去 总是缩手缩脚 站在封碎台内阴暗处向外 瞭望 看了好些年也不腻歪 袁怀是个眉清目秀的疯子 小妖纤细地跟娘们差不多 替子山人尽皆知 最帅向来 昏宿不计男女通吃 都寻思着 这姓袁的 是不是拿屁股 换来的疯子身份 疯子虽说相比正规边军 是既无油水 也无前途的清水差事 可比起许多行当 还是要舒坦 起码晒不着饿不到 每月凤钱也不落下 袁怀也不看那位老疯子 问道 你说黎阳王朝有多少做封碎 年岁不老 只是相貌苍老的老疯子 沙哑道 这会儿不清楚 前五六年得有一万两千座 袁怀摸了摸清头巾 好奇道 听岁帅说 黎阳王朝的关内封碎 每日子时 发火一炬 以报平安 咱们怎么就不照着做 有一张苦相的老疯子 嗓音如同风沙漠时 轻声说道 平定春秋八国 生怕内乱反复 就得靠着太平火 传递讯息去泰安城 袁怀笑道 那黎阳皇帝肯定累 哪天没瞧见太平火 就没得睡 还得把文武大臣喊去境内 老疯子平淡道 做什么不累 北莽全境风碎不报平安火 是女帝陛下亲自下旨决断 不平安时才燃狼烟 朕照样还你们一个太平便是 何等自负 袁怀叹气一声 揉了揉当疯子后 有黑粗糙了许多的脸颊 家里祠堂的台阶 肯定爬满青台了 老疯子不言语 袁怀自顾自说道 要是在家里 这会儿我喜欢抓销竹虫子装入囊 做成一只银囊 都不用挑灯就可以夜毒 他转头玩笑道 像老头 你闺女那么水灵 跟画上天仙似的 要不嫁给我算了 老家伙难得笑了笑 没有说好还是不好 袁怀瞪眼道 给个准话 是不是大老爷们 老疯子摇了摇头 袁怀转头嘀咕道 小气 袁怀是一阵东一阵西的茅草性子 马上问道 像老头 你说我啥时候能当上岁帅 老疯子盯着他看了几眼 撇过头说道 你 不行 袁怀急眼道 凭啥我不行 老疯子轻声道 当官要深藏不露 就像女人的胸脯 袁怀愣了一下 提高嗓门大笑道 哟 你还知道讲道理 老家伙平淡道 大道理只要是个人 就都懂几个 尤其是到了 我这个岁数的老家伙 袁怀白眼道 跟你说话就是无趣 一名年轻疯子 大踏步走入 对老家伙 遗旨气势道 向老头 去 跟爷去集市 拎几壶酒来 酒钱先欠着 老疯子默不作声 就要离开封碎给同僚买酒去 至于这些个疯子欠他的酒钱 日积月累 不说五十两银子 三四十两肯定跑不掉 不过他就是一团烂泥巴 任人拿捏惯了 袁怀看不过去 替向老头打圆场 说他去 那位把占便宜 视作天经地义的疯子 怒目相识 见袁怀嬉嬉笑笑 巴掌大小的脸蛋 下巴尖尖的 细皮嫩肉 处处跟娘们差不多 心里就没了火气 可他也觉得 下腹憋着一团邪火 只是这姓袁的 极有可能是最帅的玩物 他胆子再大 也不敢放肆 不过能过过手瘾也好 舔着脸说好兄弟 就要去搂他的肩膀 被袁怀灵巧低身躲过 溜了出去 在梯子山混吃等死的疯子 大失所望 狠狠盯着袁小子的屁股下 狠利寡了几眼 心中暗骂自己 真是想婆娘想疯了 回头再看那个 老不死的晦气货色 吐了口浓潭 这才大摇大摆走出去 梯子山封碎有两匹马 一匹给岁帅临时骑了 前往军阵茂龙 卖酒的集市得有二十几里路 袁怀跟看守马匹的疯子 说请所有兄弟喝酒 也就得以骑马下山 下山时 袁怀跟一小队 吊锒铛的边阵骑足 擦肩而过 为首一个郡哥 跟风碎里的家伙 差不多得性 瞧见了他 也是眼神玩味 还吹了一声口哨 袁怀忍下恶寒 快马夹鞭 骑队总计六骑 跟为首骑兵小头目 只差半个马身的一员骑足 轻声问道 不解决掉 那名前一刻还玩事不公的小头目 收敛神色 眯起眼 微微摇头道 放在后边杀 记住一点 重镇附近的风碎 未必只有九名疯子 面容清俊的骑足 黑了一声 汉林哥都杀了一路了 光是咱们就倒掉七座风碎 心里有数得很 沉默时越发冷峻的李汉林 呼出一口气 小心总不是坏事 兄弟们不能再把命丢在北莽了 除掉这座风碎 接下来就没咱们兄弟的事情 回去以后 李汉林没有继续说下去 有几人能回 李时月咬了咬干裂嘴唇 眼神阴冷 重重点了点头 离梯子山风碎办理路 有一道关卡 一名疯子正在凉阴底下 靠树打瞌睡 连并没有刻意包裹软布的马蹄声 都没吵醒 不幸中的万幸 一根弩箭瞬间透过头颅 钉入树干 疯子死得不痛苦 仅是脑袋往后轻微抖动出一个幅度 齐足故意在关卡稍作停留 然后慢悠悠上山 封碎烟墩外游 两名南朝疯子在插客打混 都等着圆怀买酒回来解馋 见着身披冒龙青甲的旗族 懒洋洋出现在视野 以为是军爷来这边找熟人 挤出笑脸上前恭维几句 六七同时下马 李汉林笑着跟一名疯子勾肩搭背 走向风碎 随口问道 你们岁帅在不在 老子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溜出来透口气 说好了一起去今晚冒龙喝花酒 可别放鸽子 万一北梁真打过来 老子是死是活都两说 这会儿赶紧找几个娘们痛快痛快 疯子心里那个羡慕垂涎啊 嘴上陪笑道 对对对 军爷说的在里是要痛快 军爷要是信得过 小的斗胆帮军爷领路 冒龙的勾篮 小的熟门熟路 步入风碎遮挡出来的阴影中 李汉林哈哈大笑 你小子上道也喜欢 上道 是真上道了 黄泉路 李汉林动手的同时 李时月也拗断另外一名疯子的搏梗 李汉林给了个眼色 路斗嘴中叼住一柄匕首 腰悬毛囊 高高跃起 双手勾入碎墙 向上迅捷攀岩 敲无声息翻身而入 一标五十游弩手 可占兵足 也就只剩下他们六人 五掌李汉林 五掌陆斗 李时月 还有三名巨士 将梁刀换成蟒刀的精锐油弩手 其中重童子陆斗 已经干脆不赔刀 封岁内 李汉林杀红了眼 本以为尘埃落定 梯子山封岁 除去骑马下山那位女扮男装的清秀疯子 已经全部杀尽 让陆斗和李时月搜索岁内是否有暗示 不曾想一名老疯子 莫名其妙在隐蔽处偷袭了李汉林 当时他正要去取一些封碎纹路 结果是 马真斋替他挡下那几阴毒刀子 风锐短刀 将八尺北梁男儿 捅了一个透心 那疯子明显是高手 一刀致命 抽刀时还撩带出糊涂 整个心口子哗啦一下 给拉开 马真斋死前还在说 要回到北梁 就拿上银子 捎带给几位战死兄弟的爹娘妻儿 老疯子出刀迅猛 李汉林艰辛招架 给那身手不俗的蛮子 劈中了尖头 好在上尾发力 老尔弥拉的疯子 就给寻生赶来的陆斗 一拳轰烂后背 这还不够 陆斗按住他脑袋 砸向墙壁 整颗脑袋如全垂西瓜 倒地时血肉模糊 全然认不清面孔 陆斗看向李汉林 后者摇摇头说 没事 李汉林走到马真斋尸体前蹲下 帮他合上眼睛 李时月嘴唇如动 还是没有出声 李汉林平静道 陆斗 你竟于追踪 骑上我那匹脚立最好的马 去追那名下山的疯子 记住 只追二十里 追不到就马上反身 跟我们在前一个封碎碰头 陆斗沉默走出封碎 李时月一拳 砸在墙壁上 李汉林抬起头 说道 咱们龙象军根本没打算吃掉 李谷 就看谁会掉进 李谷冒笼 这个圈套了 董卓亲率 八千骑兵 昼夜奔驰 赶赴冒笼 他一开始就准备舍弃 李谷 董胖子只是 瞧上去很胖 实则是那种 半点都不用肿的壮士 以其当先 不断有由其前来反馈军情 董卓麾下的乌鸦篮子 北莽八十篮子 稳居第一 八千南朝首屈一指的精锐骑军 气势如虹 董卓习惯性磕着牙齿 眼中浮现阴霾 两刻钟后 一百乌鸦篮子 竟然无一人返回 终于 以其急驰而来 满身鲜血 后背插满弩箭 董卓快马加鞭 阻挡他翻身下马 禀报军情 坐着说 这名濒死的乌鸦篮子 嘴角渗血 竭力咬字清晰 前方三里 有重兵埋伏 说完便断气死绝 董卓身臂扶住尸体 不让其坠落马背 长呼出一口气 握拳抬起一臂 全军肃然 战意昂扬 董卓按兵不动 一面董字大旗 在风中烈烈作响 前方又名葫芦口 两头广袤中间 收束狭窄 一百乌鸦篮子 想必就都死了那里 董卓的耐心 一直很好 对面知道 董卓骑兵知晓了埋伏 见他不打算向前推移 便由葫芦口急速涌出 黑压压列阵铺成一线巢 四千龙相军 八千董卓军 有一点心 董卓军 二十五尾 董卓五十五尾 限岀 人兵